文字幕志愿者 那我們在整個論壇開始之前是不是我們請與會的貴賓 我們先拍一個大合照好不好 太好了 哈哈 我講過就把你們看 要我們這樣吃 哈哈哈 哎 啊 哎 呃 OK 我們論壇即將開始 我們請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的副董事長張善正 來擔任我們這場論壇的主持人 謝謝 好 各位來賓 還有我們國政基金會的董事長 我們三位speaker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是我們NFT論壇系列論壇的第二場 那麼法國狼 法國狼就是我們陳宗院長的書 然後還有海綿寶寶在元宇宙碰撞 NFT的應用發展跟管理 我們上一場介紹了一些應用的方向 有霹靂 有廟宇等等非常新鮮的應用 今天我們回到一個非常基礎 但是非常關鍵的課題就是法規跟金融的配合 那麼我想等一下三位speaker 我再一一介紹 那麼在開始以前 我們先請國政研究基金會的 朱立倫董事長跟大家講幾句話 都坐著 都坐著 今天 我很想當法國狼 可是今天有一位很帥的法國狼來到現場 法國狼就是 希望茅頭鷹不要每天出一件 出一大堆 法國狼也沒辦法應對了 那我們國民黨好像都是貓頭鷹比較多 意見比誰都多 但是我們要趕快努力來做 那第二位呢 是海綿寶寶 那我也是海綿寶寶 我真的我希望我是海綿寶寶 來吸收更多的知識 那我很羨慕之城 羨慕皆迷 他能夠不斷吸收各個方面的知識 那我今天希望從他身上 從法國狼身上 從蔡玉琳大律師身上 能夠吸收到一些新的知識 那玉琳不用講了 這個 對 你也是海綿寶寶 那我們今天都很高興 有這麼好的機會 聽到三位要來跟我們分享 有關元宇宙 Metaverse還有關NFT的問題 上一次我們的NFT 請到文化藝術 素還真也好 廟宇也好 很多這些到底創造了什麼 結果素還真還可以 創造幾千萬的NFT的價值 那我們現在就同樣的 我們國民黨也在做NFT 可以把一些黨史文物也變成 很有具有價值 然後下一個問題就來了 如果我們創造了這麼多元宇宙 NFT或者是去中心化的 區塊鏈的這些虛擬貨幣 然後在Web 3.0的時代 到底我們的管理的機關是誰 我們的法規是誰 會不會產生相關很多的 法律上面的問題 有人說會不會有詐騙 會不會有洗錢 會不會有很多的法律上的衝突 那我們怎麼辦 那在NFT在應用發展管理的過程當中 政府是不是能跟上腳步 有人說你起人憂天 怎麼會起人憂天 現在八年級生 九年級生 將來很可能他的創業 就是在這一塊世界裡面做發展 所以我們今天很負責任的 國政基金會邀請到陳聰院長 邀請到林志成總經理 邀請到蔡依林政務委員 蔡依林大律師 來跟我們共同分享 我今天是很幸運 因為我葬了一個特權 是國政基金會的董事長 所以我可以做很靠近三位 好好的來聆聽 謝謝你們今天願意來參與這個活動 給我們 讓我能夠當好好當海綿寶寶 謝謝法國郎 我現在終於知道貓頭鷹哪邊最多 謝謝 好 謝謝朱立倫董事長 我們今天這個論壇分兩階段 第一階段先請我們陳聰前院長 給我們一個階段的報告 然後會有我們幾位與台人互相有些互動 大概到差不多兩點四十五分左右 然後兩點四十五分以後 我們是第二個階段 就是由我們的 詹米 林志成 還有我們的 傑克林 我們的玉琳 再跟我們分享兩個簡報 然後還有下面就是在座的貴賓可以來提問 那麼我們今天有準備提問單 所以說如果有問題要提出來的話 就請用提問單交給我們的工作同仁 那麼我想陳聰院長不用多介紹 他在院長之前 跟我們今天的主題很關鍵的就是 是我們金管會的主委對不對 在金融圈是無人不知無人不曉 所以而且他現在又是新世代金融基金會的董事長 看的也是現在這種新的金融工具等等的應用 所以今天來跟我們分享 他這個主題加密幣跟加密資產 我想是非常非常適合 那麼我想我們就不耽擱時間 是不是就請我們陳聰董事長 開始跟我們分享一下 這幾個 看著那個螢幕就可以講了 螢幕在那 不站起來好像很怪 第一表示尊敬 第二就是說那個氣勢不夠 不過因為我三年前中風過 現在是殘障人士 所以要我不站起來 我其實很高興 因為那個站起來是蠻吃力的 好 我想我今天這個題目是主辦單位指定的 非常感謝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來討論這個事情 其實我們今天三位 其實有一點老中青三代了 我是老的 這個玉琳抱歉 你算中的 然後差不多各差個十歲左右 但是我們從不同的觀點來關心同一個問題 我想這個是一個很難得的機會 非常謝謝國頓基金會 願意提供這樣一個平台 我想因為時間很有限 所以我就是 對不起 我想前面這個我就不介紹 都是談個人的事情 其實書等等這些都不談了 好我直接跳到一個主題 剛才那個主持人談到說我們有一個新世代金融基金會 我不是做廣告 我是覺得我們新世代金融基金會成立了六年來 中間我最覺得有趣的就是很多人問我一個問題 就是你們那個英文名字怎麼那麼奇怪 就是一個APEX 每個人有人去翻字典 找不到這個字 其實很簡單 對我來講 我們用了一個APEX算盤 英文的算盤 這是傳統金融的代表 但是如果加上大家最流行 現在最流行 每天幾乎就用到的APP來看的話 它就非常一個新字 所以每個外國朋友看到這個 我們名字名稱的時候 覺得很親切 那為什麼我說我不是做廣告咧 是說我希望大家看任何跟金融有關的問題 或者金融問題本身 都要用數位的眼光去看 因為你不要再用以前的眼光去看這個 現在的這個任何問題 包括金融問題在內 對不起 這個我覺得我要稍微 可以回到從前 因為我用數位的眼光看問題的時候 我在2006年在經濟日報寫篇文章 那這邊又特別寫到就是說 經濟日報那個專欄 在2月27號就是 說起來是很多年以前了 現在講起來是16年前 我在文章最後一段寫到一段話 我說貨幣 以前是Metal Base 金屬的 銅 銀 金等等 後來是Paper Base 這是很不容易的 我們現在覺得Paper Base的貨幣 所以是理所當然 可是想當年 你從金幣改成一張紙頭 其實人都有抗拒感 我說如果有一天 它變成一個Car Base 或者Software Base 那個時候沒有什麼Digital的概念 就說2006年 我就說Software Base 我說眼光放遠一點了 你不要大驚小怪 可是我當時那篇文章出來以後 我記得中央銀行的朋友 很不以為然 就說貓頭引暖講話了 然後說狂想 其實我們今天如果看 今天來看的話 這個是已經變成 已經在做現在進行事了 其實我也不是只有2006年講這個 2007年在5月8號 《金晶日報》 我又寫了一篇 《方便錢方便門》 也是同樣的事情 後來我進入公職以後 我就不敢寫文章 離開以後我又開始寫 所以2014以後 我又寫了八篇文章 談中央銀行貨幣問題 當然中央銀行非常不高興 現在他們也曉得說 這是一個現實 國際上都在做 那我提到這個是因為說 我們既然講 Cryptocurrency的時候 其實是有三個東西的 一個就是中央銀行的貨幣 但是是被逼出來的 其實真正有功勞的是什麼 是這個 像類似比特幣流的 所謂的Cryptocurrency 我們所謂加密貨幣 他們才真正的功勞 真正的有功勞 促成這件事情 後來有人又比較有野心 想做一種叫Stablecoin 像這個Facebook 他們就想做這個事情 因為他們要集合太多人了 要打群架了 所以引起了國際上很多的 很大的壓力 逼著所有央行都來管 想辦法想說處理這個事情 我想這個是其實是有功勞的 但是他會失敗 為什麼 因為所有國家都會封殺他 好 那我後面一些演變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尤其在前幾天 美國的聯展會主席鮑爾 特別講 他說數位美元是可以研究的 但要確保隱私權 可以驗證身份 他開始鬆口了 我想這個都是我想跟各位報告一下的 好 那很快我要提到說 馬上跳到2014年了 我2014年開始注意比特幣的時候 那時候在國內注意的人不多 我那時候特別講 說2009年比特幣開始 雖然它叫Coin 但實際上它不是貨幣 銀行學上的貨幣 但是我們還是 因為從俗嘛 大家都叫鬼就叫比特幣 那個時候最有趣的是 我特別注意到2012年 在美國一個很有名的影集 叫The Good Wife 這個影集是講一批年輕的律師 尤其是女的律師 她有自己家庭角色 但也有律師的角色 她中間有一集 題目就叫做Bitcoin for Dummies 各位如果說對美國的文化了解的時候 就會發現很有意思 美國有一套重書 就叫什麼什麼for Dummies 什麼什麼for Dummies 比如說Fishing for Dummies 怎麼釣魚啦 或者怎麼開車啦 就是說連傻瓜都會的 它那一集就叫Bitcoin for Dummies 對美國人來講是很熟悉的一個語法 它裡面有一段話就講說 律師之間在談 這個月齡 這個律師之間在談話 那個影集就講這個事情 為什麼 它就講說 他們研究了半天說這個Bitcoin 應該是一個commodity 其實對那一集我印象非常深刻 我覺得說的確 在那個時候來講 甚至到今天來講 我們都不能認為說Bitcoin是一種貨幣 因為貨幣的功能有三種 或者我們說有四種 它達不到 但是它的確是一個可以 必須要重視的一個工具 它是一個commodity 所以在2014年的時候 我在工商時報我寫一篇文章 那時候央行講了幾句話 我就說央行你願意管比特幣嗎 打個問號 太好了 為什麼 終於有人要管了 我覺得比特幣 不能視而不見 不只是比特幣任何一種 可是那個時候是比特幣最紅 就2014年的時候 我講了說 比特幣只是 我說我的看法跟那個 Good wife影集一樣 它只是一個commodity 是可以投資的 但是它跟commodity一樣 是有風險的 大概就這樣交代了一下 到了2014年 工商時報我有寫一篇 後來聯合報 我也有寫一篇 大概都談這個比特幣的問題 我跟各位報告就是說 我對比特幣的關心 從2014開始 但是很neutral的看這個問題 前兩天 3月25號 2022年3月25號 新加坡高端法院一個判決 跟我當年大家的看法差不多 他說比特幣是一個property 這個到property什麼意思 我想等一下請這個主持人 這個張院長 他可以再詮釋一下 因為他英文比較好 好 那現在我要跟各位提一下 就是說 我們以前常常講的 virtual的currency 後來講cryptocurrency 但是我們發現最近半年來 所有的主管機關 所有的中央 全世界所有的中央銀行 都用crypto asset 他不願意用currency這個字 因為他一直不認為這是currency 所以他盡量想辦法把 轉回來 就是孔子說 幣也正名乎 所以我們這很多制造 是interchangeable 大家都在 各種做法都有 所以我想在 談論這個問題的時候 各位也可以 interchangeable一下 那我剛才提過 有一個stable coin存在 我也提到說 CBDC 就是central bank digital currency 這三個大概是 我們現在所謂的cryptocurrency好了 裡面 三個最主要的 這個 一種 形態 那 但是我們可以歸納 兩個結論 就是全球的央行 都不認為cryptocurrency 是一個威脅 他覺得是小孩子玩的東西 他根本不太看在眼裡 但是如果說 你這個cryptocurrency 被那些科技大咖看上了 去運用的話 就好像Facebook 看上了以後 想做一個stable coin 那時候他叫Libra 後來改名DIM 都沒有用 因為所有國家 包括美國的聯準會 都聯手起來 要把它封殺掉 所以到現在 他們大概也正式宣告說 我不玩了 但是 那個Mark Zuckerberg 是這麼簡單的人物嗎 他其實是沒有死心 他還想玩 只是要找一個 適當的切入點而已 這個 今年 這個1月18號的時候 我在工商 不只工商商 是好幾個媒體的 引用我這篇文章 我這篇文章講到 紅酒指數和紅酒NFT 紅酒指數是我當年 在這個金融海嘯的時候 零為壽命接任金管會主委 要穩定這個資本市場的時候 那時候我提出來一個東西 就是說 有錢人想得比你快 所以你們如果對市場 沒有信心的話 請你們看一看 倫敦酒類交易所的紅酒指數 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可以看出來 整個市場往下走的時候 紅酒指數開始往上走了 有錢人想得比你快 它是全世界500支名酒 合起來一個指數 那那個時候 這段講法 後來被所有名嘴 都引用我演講時候的講法 所以那個時候 整個市場就拉起來了 大概從不到4000點 一直拉到 今天這個很可怕的 一個程度 不過重點 我那些文章不是談紅酒指數 我的意思是說 紅酒其實在很多場合 都被這個市場裡面的人士 拿來引用 所以那個時候剛好出了一個 一個NFT 就是紅酒的NFT 當然它不是純粹紅酒 它跟一些 歐洲很有名的這種 陶瓷合作 所以那個紅酒是好的紅酒 外面的瓶子也是很好的藝術品 合起來它做了一個NFT 像類似那個時候 我的文章裡面特別提到說 這個NFT還是 如果說 將來走一個有intrinsic value的NFT的話 說不定是很有前途的 我大概提到這一點 這是今年1月的事情 那我記得在去年 因為跟今天主題有關 去年10月14號的時候 因為大家都談 Metaverse開始 我記得大概10月以後 開始大家談的 Metaverse談得比較多一點 那我特別有一篇文章也講這個 我那篇文章大概的題目 就是 其實主要是英文 Thorrogate 還有Digital Wallet 然後Metaverse 我這三個名詞有什麼關係呢 那各位朋友就是說 如果說 你稍微年輕一點 可能不知道有個 10年前有個電影 叫做Thorrogate 就是Bloose Willis他主演的 他演一個警察 由於危險的事情 他不敢做 他就弄一個分身 分身在街上跑來跑去 跟他長得一模一樣 但是所有的Dirty Job 是那個分身在做的 那這個 他這個例子 是我在退休以後 演講常用的 就是說 這個未來世界 真的會變那樣子 但是我錯了 為什麼 因為未來世界 比這個還要進步 Metaverse的話 因為你Thorrogate的時候 還是什麼 因為Thorrogate 就是代理育母那個字 那如果說 他說代理人 他跟本人和代理人 在同一個空間裡面 可是你的Metaverse裡面 你本人和那個分身 可能不在同一個境界 那這個就更 這是比當年 十年前 我們認為狂想的 Thorrogate這個概念 還要再進步 還要再高一個層次 所以我們可以曉得 我們何其有幸 身在這個時代 這個三五年就進步一層 三五年就進步一層 所以我常常跟央行朋友講說 你們不要以為說 現在這些年輕人在玩的東西 是狂想 我例子說 你當年十幾年前說我狂想 你現在不要說年輕人狂想 為什麼 因為這些事情都會有可能 所以如果說各位有興趣 可以去看看 那個布魯士烏里斯 昨天傳出來 他有一點失誌 失語 但是你不妨看看那個電影 當然電影是編劇寫的 不是他寫的 但是那個電影裡面 其實帶給我們很多啟發 好 那在三月的時候 我寫一篇文章 叫《數位穩恆數位的資產》 我想如果有美女親你一下 你可能很高興 或者如果各位女士有巨男親一下 你也至少不排斥 但是如果用數位的方式親你 親你一下 數位的這種kiss 就又很難講 這感覺上就不太一樣 我這本章主要是談說 我們對於數位資產這個事情 是一個fact 我們要接受 是個reality 我們要接受 但是問題是政府有沒有 很好的制度來配合它 中間很重要一個 我想時間的關係 我跳一下 很重要的就是說 我們在談這個數位資產的時候 我們發現它是一個孤兒 沒有人管它 所以我記得我在去年也寫一篇文章 就在去年6月8號的時候也寫一篇文章 講這個數位加密貨幣 它裡面的階級翻身內涵 我特別提到說有一句話 就是新世代 因為我那個基金會叫 新世代金融基金會 我新世代渴望它自己的舞台 希望有翻身的機會 那數位落差是一個機會 那數位落差是一個機會 因為你們這些老頭子 沒有老太婆 只有老頭子 這些老頭子 實際上你們玩那些金錢遊戲 都是17時代的 有新世代 有新世代 那好一點 所以他們這些新世代 希望能夠擺脫 這個17時代的前輩 自己有一個樂園 所以感覺上一個新型態的階級鬥爭 或者是階級鬥爭的心理 就慢慢成形了 所以我特別那邊有一次 在演講的時候 我引用了一個 經濟學人5月29號一個插圖 就是在這邊看得出來 讓各位可能看得到 就是這個插圖 畫兩隻恐龍 這兩隻恐龍的脖子 是一個dollar sign 然後天上掉下來什麼 那個運石上面寫一個 那個東西我當然不做廣告了 就是各位可以了解什麼意思 就這麼多東西掉下來 會不會把這些恐龍給打死 那這是經濟學人一個很權威的 這種雜誌 他用很輕鬆的方法表達一個概念而已 所以我是覺得 這種事情是大家要正視的 可是很可惜 現在政府沒有人去重視這個事情 當然非常謝謝這個 綠元兄們非常重視這個事情 因為我們現在的cryptocurrency 它的總值大概都在三兆上下了 三兆是美金 三個trillion的US dollar 這個market cap 在這個情況之下 我們找不到 有人來關心它 比如說 我們用消費者保護法來看的話 至少保護消費者吧 有很多人 他來參與這種金錢上的遊戲 或者對於這個 commodity 或者 property 做個投資的時候 萬一發生糾紛的話 那誰來管 就找不到一個主管機關 你用洗錢防治法 也說不定是個方法 但是不要忘了 這是很消極的 因為你只管洗錢防治 所以說產業本身 要怎麼讓它能夠獲得保護 怎麼能夠茁壯 或者它消費者怎麼能夠得到一個 基本的權利義務上的一個關係 萬一這個是很辛苦 在去年4月9號的時候 行政有指定說 這個加密資產 它不管它的交易和平台 有個業務範圍 指定了主管機關 但是各位不要忘掉 那只是跟洗錢有關的 正常的業務沒有人管 你只要不洗錢就沒事 像這種情況 其實你是很可憐的 就這個業務本身來講 就很可憐 為什麼 因為你說沒有人管你不是很好嗎 但也沒有人扶持你 那參與的人也沒有人被保護 這是很奇怪的事情 所以我記得說 去年12月的時候 比特幣那個ATM 設置問題 產生爭議的時候 主管機關說 我去瞭解一下 其實那個時候 我在跟幾個記者朋友聊的時候 我就講說 他萬一瞭解以後 是誰設置 他說我去查查 是誰裝的 其實查出來他反而頭痛 為什麼 因為他本身沒有任何法律上的權利 去取締這個事情 因為大理其實在這邊 他萬一取締的話 律師就說 從保護人民權利義務 這事情不能取締啊 可是 萬一因為這樣的設置 產生消費者糾紛的時候 那一般的消費者怎麼辦 那一般的消費者怎麼辦 所以這非常奇妙 因為你這裡面的當事人太多 所以我想說 這個 soon or later 我們必須要面對的事情 那我這個時間關於 我這邊就跳過 因為我這邊原來想提一個 就是歐盟它有一個 這個 digital compass 就是說 世衛時代 我們整個歐盟對於世衛時代 要讓它成長 讓它茁壯的時候 我們必須有一些基本的羅盤 Compus一個羅盤 那我們現在就欠缺一個羅盤 不管政府或者民間 其實都欠缺一個羅盤 那現在有人說 我們成立一個 世衛發展部 是不是可以管這個事情 我想 玉琳當然一定會說明一下 世衛發展部組織法 其實它是沒有金融科技的 沒有金融科技的 在世衛發展部下面有一個 世衛產業署 它的組織法又有金融科技 為什麼 我稍微提一下 那個玉琳比較清楚 因為這個當初主事的人 其實他以為說我可能當部長 所以我最好不要管金融科技 太囉嗦了 所以在發展部裡面 那個組織法裡面有這一項 他最後把它刪掉了 他最後把它刪掉了 是不是這樣 我不曉得 但是 那個下面的人 在數位產業署的時候 那個組織法加進去的時候 這個 就忘掉刪掉 所以就變成這個 上面不管下面說要管 這個變成很奇怪一個事情 那會不會有這個困難 就要請法律專家 給我們指點一下 所以我想這個是一個諷刺事情 我這邊只是想 這邊畫個圖講 黃地大戰自由 為什麼 因為沒有Compass 煙霧瀰漫 看不清楚 實際上我們現在就才處於 在一種煙霧瀰漫的情況之下 那我這邊特別建議各位朋友看我 這個 就今年寫一本文章 叫做《加密貨幣和三個和尚》 那我這個畫線的部分 其實就強調一點就是說 我們現在的問題 就跟當年講 三個和尚沒水吃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 看起來好像很多人管 其實是沒有人管 那現在洗鮮防治 有人管了 但是管得很勉強 可是真正正常的業務 其實在Cryptocurrency 或Crypto Asset方面 是沒有人管的 那我想這個 我就剛好 剛剛亮個牌子時間到 我就趕快停下來 非常感謝大家的耐心和關心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陳松院長 其實謝謝陳松任 非常感謝雅援 謝謝神經好 謝謝大家 來這邊聊天 謝謝大家 那今天我們看見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我們哈哈哈 对于刚才陈松院长提的一些问题 您如果有补充的或是有一些看法 就可以趁机会 我们今天LADY女士优先 女士优先 我原来是要留的 他们要开始讲的时候才介绍 赛玉玲律师稍早是IBM的法务长 后来在江仪化院长任内 进到行政院担任政务委员 在政务委员任内 对于今天我们这相关的课题 数位等等的 法规相关的 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 关键的一位推手 那么行政院卸任以后 也非常关心金融 还有年轻人创新等等的 所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非常 特别的一个背景跟经历 是不是刚才陈松院长讲的一些点 你可以补充一下回应一下 好 其实我是2013年进行政院当政委 那个时候就推动虚拟世界法规调试 2013年我们很超前部署嘛 对不对 超前部署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盘点了非常多 这个法令是跟虚拟世界相关的 所以像我们现在远距工作远距教学远距医疗等等的 然后那个大数据的去识别化等等 在那个时候都都就是跨部位都协调过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在谈的这个议题啊 那个因为刚刚院长有特别一再提到那个数位发展部 那我现在因为是金融科技协会理事长了 所以当然非常关注这个议题 那这个议题其实坦白说 有一点 有一点两难 就是说又想要有人 政府里面有人了解我们 可是又不想要管 就是又怕被过度管制 还没开始就 其实早期我们Fintech的时候 我们其实觉得金管会那个时候定STO 我们其实满怀这个期待说 这个我们全世界第一个国家 要定一个STO的法案 对但是那个时候STO订出来那个时候 草案出来的时候 我们工厅会就已经表示过 说这个你这样子的规范 没无法用啦 因为开一个小小门 这个跟虚拟世界的一些发展 根本这个不合用 就是说你虽然有规范但不合用 可是我们讲的还是没被踩 就那个那一场我记得是 十几二十个业界的代表的工厅会 现场几乎每一个起来都说这样不行 这样不行 可是最后还是原封不动 还是原封的条文就出去了 所以后来那个STO 反正没有一个 没有一家公司去申请 然后过了两年多 现在这个黄天木的主委 他说好 那那个要改 所以上个月这个一月就是过年 过年前又改了三个点 但是到现在 其实上一次的修改 我在我的同温层里面 没有人拍手 但也没有人批判 那我就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意思 但是基本上我自己是觉得 产业可能就觉得 这个有一点力气用了 可是没效的感觉 所以回到院长刚刚提的 就是说 到底是不是应该 要有一个很明确的主管机关 这个从业界的角度 真的是既期待又怕受伤害 那数位发展部 据我的了解 我曾经问过郭政委 因为当时他在负责协调 他是说 有当时在协商的时候 金融科技会归数位发展部 但后来换召集人 现在是唐凤唐政委的时候 他说还在协调中 所以等于现在也还是不明 但是因为数位发展部 那个就是数位发展署 确实有一些概括的规定 所以有可能最后不归任何部 会管的数位相关的产业 会归到数位发展部 至少我们可以期待是这样 但是放在数位发展部 也会涉及到 他到底是要监理单位 还是要产业推动的单位 那如果你问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曾经想要去说 我这个crypto应该要有一个类别 应该有一个产业的类别 应该有一个产业的类别 可是他又希望这个fintech 这种又不能归到金管会 他希望是像什么经济部 就是低度管制的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一块坦白说 台湾以我们目前的法治来讲 我是觉得只能有产业推动的 在这一块要推动 但是还真不太适合 是一个监管的态度 因为我们的监管的这个 就是要制定花很多时间 要修改也很难 所以这个时间会拖累 会拖累产业 你说NFT也不过就是去年的事 你现在整个NFT的产值 已经500多亿都比一般的艺术市场 要更大了 那也不过才一年的事 以我们的立法的程序 跟监管单位的态度上 我认为这一块应该暂时先不要管 然后让子弹飞一下吧 那如果下面有人拍手 我是诚心真的觉得 我们的目前台湾的这个政府的机制 跟我们法律的体制上面来讲 要管这么快速变化的这个产业 是不容易的 那但是我们希望有一个主管机关 关心但是不要管 要关心不要管是是诀窍 就像你要父母要 要让小孩觉得你关心他 可是你又不能管 这个是靠智慧 有一个是叫Light Touch 对Light Touch 对 这是不是我差距应该是 我们是 我是终身代吗 你是 那个当父母的管小孩一个学问就是 要管一点点 可是又不要管到他出走 那您这个就是 当父母的心 是 陈院长您要说什么 Light Touch 不是 我是帮智慧拿麦克风 对 我只讲一句话就是说 你刚才讲的就是 在国外常常用这个字叫Light Touch 这是个艺术 这不是科学 所以要大家慢慢摸索 好 我帮你拿好了 谢谢 好时间刚好 那个还有大概七八分钟 就请Jimmy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想林志诚 是我们国内创投界的名人 知书创投 从当年开始炒创 到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有规模 我看你前几天的脸书 好像你办了一个活动 把知书创投的人找来 满满一大间 可能房间是今天这好几倍 对不对 而且你说这些资助创投里面 一些关键的薪水 都到好几百万年薪了 所以真的非常有成就 当然他也被 这个蔡明总董事长看上 几年前去担任台科大 电信公司的总经理 执行长 总经理 也做的有声有色 那今天您就从 等一下你还会有你自己 要介绍这个Metaverse跟NFT 但是刚才讲的一些 法规金融这个层面 您从创投的角度来看 有辅导年轻的创业 有没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觉得这样 就是说其实 如果从货币的角度来看的话 其实货币本来就是去中心化的 人类以前 从一物一物的时代 要走向有一个通货在中间 当戒指的时候 我们其实本来没有政府 在做这件事情 本来是人跟人之间 自己去约定好 用一个某种信物来当中间的这个通货 所以以前有用贝壳 有用一些什么石头 有用一些金属等等 就像刚刚 陈聪院长就变Metal Base 但后来这些东西都很难保持它的价值 会造成人跟人之间交易的困难 所以后来我们人类联合起来说 我们要求我们成立的政府 来帮助我们做这件事情 我们要求政府 成立某种机构 去发行法定货币 而且用政府的税收军队 来确保这个法定货币的稳定 那就创造了下一个阶段的 所谓的Paper Based Money 但其实这个Paper Based Money 背后真正的意涵是 国家用国家的力量 去确保它的币值的稳定 因为人们要的不是一个货币而已 人们要的是一个稳定价值的货币 因为对我们来讲 一物一物太难了 所以我们需要一个中间的戒指 去储存这个价值 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去过我们的生活 但是政府作为 政府作为后盾的这个法定货币 还是有它的风险 战争的风险 政府的金融 这个货币政策错误的风险 所以虽然说政府 Government Back的法币 已经比以前那种 大家自己私下约定的货币稳定多了 但是实际上 还是常常会有问题发生 比如说现在这个世界上 都有好几个国家 委内瑞拉等等 都在经历超高的通膨的这个状况 那即便我们的台币 台币大家可能都忘了 它为什么叫新台币了 四五十年前 其实有一个旧台币 那个时候出现了这个 国民政府的一个错误决策 对 出现一个错误决策 让旧台币变成了大通膨 我们知道发行新台币去取代它 所以政府的政策还是会有失误 所以人类当然一直永远在追求说 我又没有一个比政府 Government Back 比法币更好的一个解决方案 那现在看起来区块链 很有可能是这个解决方案 所以我觉得陈院长讲的很对 所以就是说其实这个 也就是像刚刚的那个会行这样说 其实这个可能不是任何一个 政府要不要的问题 这个是人类社会有一个这样的驱动力 我们要去寻找 让我们在交易的过程中更能够信赖 不会被任何一个政府的错误政策或是战争 或者是这个联准会的这个 别的国家的联准会的货币发行的所影响 更稳定的这个交易的介质 那如果区块链最终是这个答案的话 那人们水往低处流 人们对于货币的需求就往那边去了 那这个是货币 另外一个是股权 刚刚讲的STO 其实就是这个Security Token Offering 它其实本来是在说 我们能不能把我们现在 跟国家注册的这个股权 变成一种Token 让它更方便的可以储存跟交易 储存在区块链里面 那这个其实概念跟这个CBDC 是有点像的 但是说真的 其实在区块链的世界里面 这个Jacqueline现在也在追踪 其实已经发展出来了DAO了 就是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基本上它就是取代了 我们本来跟政府注册的这种股权的功能 我把一个组织里面的治理权的分布 注册在区块链上 由区块链来确认 这个组织里面 谁拥有多少的决策权 那这个已经凌驾在任何一个政府之上了 所以为什么区块链的人 现在对于STO兴趣缺缺 因为在过去这三年之间 我们已经发展出来的DAO 其实比STO更有效 因为我们不需要去依赖任何一个政府 来确保这个 一个组织的这个股权 或者是决策权或治理权的分配 而且这个是 已经有 世界上已经有上千个DAO现在在运行 每天都在投票 每天都在决策这些DAO的方向 所以已经从本来 任何一个单一国家back governmentback的股权结构 已经升华到一个 凌驾于任何一个国家 去中心化一个股权的结构 那我们今天要提的NFT也是一样 NFT其实就是种 拥有权证明的记录 那以前拥有权证明需要靠 比如说我的房地产证明 我需要靠这个地震 国家的地震单位来帮我证明 但是以后的话 你记录在区块链上 可能就不需要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人类社会 正在面对的 不是只是科技的转移而已 我们人类社会在面对的是 社会组成结构的转移 我们过去因为我们个人 都有我们自己的囚犯困境 所以我们联合起来要求政府 帮我们成立一个法币的发行机构 帮我成立一个股权的记录机构 帮我成立一个拥有证明的记录机构 那这个是因为当初 政府这件事情是我们人类 可以想出来最好的solution 但当现在有了区块链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说区块链比单一的政府 做这件事情都还更有效率 那这个时候在未来的二三十年 我们就会要求说 我以后要改用区块链做这件事情了 那你政府不需要再帮我做这件事情了 政府你可以去做别的事情 所以其实如果你拉长眼光来看 我们正在经历的就是这个过程而已 过程中世界各国的政府 会有不同的态度 但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一个小国家的政府 你不是一个既得利益者 你应该要用拥抱的态度 如果你要去阻止这个水往低处流的话 这个是唐弊党军 时代的巨轮是不会等你的 你只会把自己困在一个 像日本这样 把自己困在一个Galopocos里面 那台湾如果说我们要 与时拘禁甚至超前部署的话 我们要去认知到这个就是未来的二三十年 时代的巨轮正在滚的方向 那我们去拥抱它作为一个 超前部署者作为一个世界的领头羊 这个才能够让我们在下一个时代里面 在这个世界上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其实当初我们也是很兴奋 我们的政府优先考量这个STO 虽然出来的东西不是很好 但我觉得这个态度也是很好的 那我觉得接下来的政府可不可以 其实现在美国也醒来了 拜登上两个礼拜前 签了Executive Order 大家有要注意到他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点 是说他说除了要保护消费者 要确保这个降低系统风险之外 他说要确保美国在全球金融体系的影响力 然后跟研究央行的数位货币 这两个事情是平行的 不是重属的 所以他讲的不是美国要确保美元 在全球金融秩序里面的影响力跟领导力 他讲的是确保美国 所以他已经意识到在加密币的世界里面 不一定是美元了 所以虽然他也要求他的联准会去研究 这个央行数位货币 但他也责成所有的单位去研究 在加密币跟区块链的新金融秩序里面 美国怎么维护他在新金融秩序里面的影响力 跟霸权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点 他把它脱钩了 把美元跟美国 在金融市区里面的影响力脱钩了 所以美国也醒来了 那台湾呢 我们更小的国家 我们应该比美国更超前部署 所以这个拉哩拉扎讲了一堆 谢谢 我觉得非常有见地 应该数位发展部 让你去接部长比较好 甚至部长对你来讲都太小了 我们时间关系 第一阶段暂时到这边 那个陈冲院长您因为有事 要先离开吗 是不是 开个会 好 那我们就先 先恭送陈冲部长离开 好 先放这边 好 先放这边 好 两位请坐 好 接下来第二阶段我们的第一场演讲 就麻烦我们林志诚 他要跟我们一起撤走 好 那么接下来第二阶段我们的第一场演讲 就麻烦我们林志诚 他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Metaverse跟NFT101 一些想法 那个 连续刚才非常有见地的想法 好 谢谢 好 谢谢Simon 那个 开始之前我先了解一下今天的听众组成 在这里面的朋友里面 已经有这个加密货币交易所的账号了 可不可以举手 大概有四成 那拥有比特币的 大概剩两成不到 拥有以太币的 拥有比特币跟以太币以外的加密货币的 拥有超过十种以上加密货币的 还有 浏览器有装小狐狸的 有这个blockto钱包 手机里有blockto钱包的 还有一点 那 这个拥有 拥有至少一个NFT的 拥有十个以上的NFT的 拥有一百个以上NFT的 拥有100个以上NFT的 拥有100个以上NFT的 好 那我这位是专家 好 好 那我大概知道今天的主持人 那我觉得我今天定的这个题目可能是蛮对的 我想说 我猜啦 大概今天来的人 大部分对这个东西可能是 比较入 刚入门 所以我想说 刚刚这个院长有讲说 for dummies 是美国一个流行的culture 就是说 那另外一个讲法 因为for dummies好像是觉得 去讲台下的人笨笨的这样 所以我就没有用那个字 美国通话我们用101 就是这个入门的这个课的意思 所以今天我想要讲的就是我们的这个 元宇宙跟NFT的入门 好 那在开始之前呢 我们可以来 除了问刚刚这个问题的话 我们可以探讨一个问题 就是说 人类史上最大的这个演唱会是什么 有人猜得到吗 董事长这么关心艺文 你可以猜猜哪一个州发生的好了 哪一个州 哪一个州 在世界上哪一个州 在美国哪一个州 不是在世界上哪一个州 哪一个大州 不是黄大洲 不是黄大洲 我比较说 我觉得如果Vegas的一个是亚洲 其实不是 是南美洲 好 Depends on 你怎么 define a concert 如果是传统的definition的话 世界上最大演唱会是在 Rio de Janeiro发生的 在1994年 Rod Stewart的演唱会 总共有350万人参加 350万人参加 很厉害对不对 这是一个跨年演唱会 但是呢 如果你问在更年轻的人 世界上最大的演唱会 不是在那里发生的 是在一个游戏里面 叫做Fornight 有一个叫DJ Marshmallow的演唱会 总共有1000万人同时上线去听 那这个就是所谓的实体世界 跟所谓的元宇宙的差别 对于传统的人来讲 只有在实体世界发生的事情 才叫发生的事情 但是对于新一辈的人来讲 在实体世界跟在游戏里面发生的事情 都叫发生的事情 对 其实在游戏里面有另外一个老婆 在游戏里面有另外一个老婆 已经是很久的事情了 其实像在天堂里面 很多人都在天堂里面有另外结婚 那甚至在游戏里面是老公老婆 实体里面是两个都是男生也有 但他们在游戏里面 会尽职的扮演老公老婆的角色 然后会互相帮助对方守他们的城堡等等这样 所以其实对于游戏世代来讲 就像刚刚在聊的 对游戏世代来讲 在数位的世界里面他有另外一个角色 另外一个分身 另外一个身份 因为数位的游戏很多都是所谓的角色扮演 所以他进到那个游戏的时候 他就在扮演另外一个角色这样 他不一定要跟他的实体生活是挂钩的 所以这个是接下来这个世界的一个 大家对于他观点要有先建立的一个不同 好 那第二个我想要跟大家讲的是 其实Metaverse 大家在看这个元宇宙听起来很玄 很多人还用中文去翻译 翻译完之后还去解释这个元宇宙的原 到底是什么意思 然后宇宙到底什么意思 其实那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元宇宙这三个字 只是Metaverse这个字的一个中文翻译而已 那Metaverse这个字呢 其实说真的只是一个流行词汇 它没有太多的意义的 那你要了解其实这个世界真正在发生的事情 并不是有一个新的宇宙 大家可能看太多Marvel的电影了 都想象中有另外一个平行宇宙 要来跟我们的宇宙相撞 撞完之后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其实都不是这个 真正在发生的事情是 现在40岁以下的人 他是玩游戏长大的 所以像刚刚讲的 他的想象中这个世界很多东西 都应该要跟游戏很像 所以他正在要求这个世界的各种各样的东西 变得更像游戏 甚至像刚刚讲演唱会 要在游戏里面发生 这个才是真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的事情 好 那什么叫做gamification呢 gamification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讲 他希望未来的这个世界里面 现在他长大的世界里面 他希望这个世界能够有更多什么样的元素呢 大概可以去把它拆解 从我从小玩游戏长大 我觉得所谓的游戏化大概有这八个特色 首先游戏它是很interactive的 跟我们传统习惯的这个报纸 电视 杂志 这些单向的媒体是不一样的 游戏是一个双向的媒体 第二个游戏是一个很immersive的体验 当我在游戏里面的时候 我觉得跟外面世界长得是不一样的 它是一个另外一个世界的 那immersion 通常指的是3D 因为对我们人类来讲 我们是一个3D的生物 所以要让你觉得你身处 在不同的一个世界里面 通常是一个3D的体验 再来游戏通常会给你一个特殊的体验 会带你去一个不同的时空背景 跟现实的时空不太一样 如果跟现实一模一样的话 它可能就不是另外一个世界了 所以游戏通常会给你一个 另外一个世界的unique experiences 第四个是游戏一个很重要的特色 它会经常有这个练功升级跟奖励 所以对于现在年轻人来讲 你希望他做事情 就希望给他一个练功升级跟奖励 他就会特别喜欢做这个事情 最近这个有一个很流行学语言的APP 叫做这个Dulingo 大家如果玩过 它就是游戏化的最佳的这个写照 在Dulingo里面 你连学语言都要练功升级 然后每天帮你分到不同的联盟去 然后每个礼拜这个联盟就要刷新 然后你如果没有在这个生死线上 你就要被降级这样 所以每个人为了不要被降级 很努力的学语言这样 那第五个叫做Self Expression或是Avatar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在游戏里面会有一个分身 或是有一个代表我的角色 那这个角色对很多人来讲 是一种自我的表达 当我把这个角色穿了一个特别的衣服 戴了一个特别的帽子 我在跟我游戏里面的其他人表达我的 我自己我想表达的 那第六个叫做互动 人跟人之间的关系 有Social的 有分队比赛的 有分队的 有对打 所以游戏的体验里面 通常都会有玩家跟玩家之间的关系 可能是社交的关系 可能是分队的关系 可能是一对一对打的关系 这个是角色的关系 那第七个游戏里面通常都会有某种货币 然后这个货币呢 会产生某种货币的经济 那过去游戏的货币 它通常是一种封闭的货币 你在这个游戏里面买的货币 只能在这个游戏用 现在越来越多游戏的货币是使用加密货币 所以你在一个游戏买的货币 在另外一个游戏未来也可以用 所以它就变成 所谓的Wall Garden 变成一个open的 最后是游戏里面 通常都会有数位资产 你在游戏里面买的一个装备 买的一个座棋 买的甚至你的这个角色 都是你的数位资产 那这个资产是 对想玩的人是有价值的 所以它通常都有digital assets 所以大概所谓的gamification 就是玩游戏长大的玩家 他在期望未来这个世界上 十一住行娱乐 都要融入这八种元素的其中一些 他才会觉得这个 这个是有趣的服务 吸引他的服务 如果没有这样的服务 对他来讲 就会是感觉像是老阿公用的服务 因为刚刚陈聪院长说没有老阿嬤 所以老阿公用的服务这样 好 那你说这个东西很奇怪吗 一点都不奇怪 其实在实体的世界就有这样的东西 其实就是Disneyland 对不对 Disneyland 你可以想像 它里面是互动的 是immersive的 有自己的token 有自己的economy 在里面有digital assets 在进去Disneyland 每个人都会打扮 戴米老鼠的帽子 或是戴唐老鸭的帽子 我想要人家知道我是谁的粉丝 那只是过去在Disneyland 你要去Disneyland玩个几天 你的成本很高 所以你不可能每天都在Disneyland 里面玩 但是现在玩游戏的成本很低 很多游戏甚至是免费玩的 所以你可以每天每天都在游戏里玩 所以人本来就是向往 像Disneyland这样的地方 只是以前 要盖一个Disneyland太贵了 所以每个人要进去的门槛太高了 现在用数位的工具 能够让Disneyland这样的东西 落实在每个人每天的生活里面 那也就是为什么它是吸引人 是让人家趋向它的 因为它就是一个有趣的体验 人生在这个世界上 就是想要有各种不同的体验 好 那所以你要了解 元宇宙你要了解NFT 首先你要了解游戏的世界 这段时间在发生什么事情 那首先你要了解的是 全世界游戏的人口不断不断的增加 现在30岁以下的人 如果你问他 他最重要的媒体是什么 他不会告诉你电视 不会告诉你这个杂志 不会告诉你报纸 他会跟你讲是游戏 现在30岁以下的人 就像刚刚讲的 他的这个社交活动在游戏上 他听演唱会在游戏上 他这个娱乐在游戏上 他各种各样的事情都在游戏上发生 所以对于现在30岁以下的人 90%都有在玩游戏 而且对他来讲一天中 花最多时间的东西 除了上学跟工作以外就是游戏 那这个人口是不断成长 到了2024年会到33亿 就是几乎是全球人口的一半 所以就是全球人口一半 就是这种游戏世代 他会demand这个世界要 进行gamification 所以才会有metaverse 这样的字眼出现 好那游戏在发生什么事情呢 游戏正在经历一个很巨大的典范转移 游戏以前叫做pay to play 什么意思 我要买一台playstation 然后买一个这个光碟 放进去才可以玩 这叫pay to play 我要买一个光碟回来才能玩 后来游戏变成free to play 我只要下载就可以玩了 我不用付任何钱 那或许玩到一半我想要卡关了 或者是我想要升 这个升级我的装备我才需要付钱 这个叫free to play 那现在新一代的游戏呢 叫做play with earn 就是我一边玩游戏 一边可以赚钱 一边玩游戏 我赢得的装备可以转卖 我赢得的角色可以转卖 我赢得的token可以转卖 不管他是用fungible token 还是non-fungible token fungible token就是货币 non-fungible token就是这个物品 我的这些assets可以转卖的 所以我以前是付钱玩游戏 后来是不用付钱玩游戏 现在是玩游戏可以赚钱 那你会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可以这样 Disneyland里面的人也都在赚钱 Disneyland里面每一个员工都在赚钱 所以你想像游戏如果是一个虚拟化 Disneyland 当你在里面工作的时候 你当然是可以赚钱 因为你的其他人会想要付钱 跟你买热狗 买这个吉拿棒 好 那什么是nft 大家会觉得很玄 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都误会了nft nft其实很简单 只是nft加了很多东西 然后大家把那个加的东西 加到nft里面 其实nft本身是很简单的 nft是什么 大家如果有买过电脑或买过手机 或是买过家电 通常会附一张保证卡 对不对 nft其实就是那张保证卡 nft它的意义就在于一个拥有权的证明 只是以前拥有权的证明是一张纸 现在拥有权的证明把它数位化了 放到区块链上 让任何人随时都可以查阅 随时都可以证明你拥有这个东西 那就可以很方便的交易 大家如果有时候会上网的话 会发现在网路上 如果你要买卖二手电脑 有时候他们会叫你付这个原厂的发票 原厂的保证书 为什么 因为要证明你拥有这个东西 这不是一个脏货 这不是一个这个水货 对不对 那现在以后这些拥有权证明 放在网路上 那大家可以很轻松的查 查阅 这个时候大家就不用一直去 保存这个值本的拥有权证明 那值本的拥有证明在人类社会 早就行之有年了 不管我们买电器 买化买什么买车子 都会有这个东西 那人类社会以前这个东西 有些东西是靠我们自己保存 有些是靠政府帮我们确保 未来这全部都会数位化 就只是在经历这个过程而已 那只是现在第一波的NFT 很多是在证明一个艺术品的拥有 证明一个什么的用 所以你会以为NFT是艺术品 NFT是收藏品 其实不是NFT本身不是艺术品 也不是收藏品 也不是资产 它就是一个资产的拥有权证明而已 所以如果你要讲艺术NFT 其实是艺术而不是NFT 你要买卖一个艺术NFT的重点是 它是不是个艺术 而不是它是不是个NFT 一个烂的艺术 不会因为它加了NFT就变好了 一个收藏品 没有人要收藏的收藏品 不会因为加了NFT 就变成值得收藏 所以当我们现在贵党 在做这个NFT的时候也要记得 就是说你要做的东西 这个东西本身是要有意义的 不会是没有意义的东西 加了NFT就变有意义了 好 那NFT为什么会可以数位化 它其实跟加密货币一样 它把它去中心化之后 储存在区块链上 那大家都知道区块链是公开透明 可以信任永久储存的 所以当你一储存上去的时候 这个拥有权证明 未来就随时都可以被别人查询了 那也因为它是公开透明的 所以拥有的人他就变成不需要经过 经过卖给他的人的允许 自己就可以自由的去交易 传统的这个股权的证明 当你要交易的时候 你必须要回到 回到这个发行股票公司 帮你办理过户 但是在像这个区块链的世界里面 因为它已经去中心化 所以任何人要交易它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回到任何一个中心化的 场域办理过户 最后一个NFT 它能够提供的是一个所谓的叫做 可回溯 backward compatible 这个时间的关系我就不多讲了 好 那你会说这个东西是新的吗 也不是 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我们已经有8591保物交易 这样的一个网站 它就是在帮助游戏的玩家交易他们的保物 好 那Metaverse是什么呢 Metaverse我刚刚讲的是游戏化 对不对 那游戏化是什么呢 就是说让人们可以有特殊的互动体验 那全世界所谓的Metaverse第一股叫做什么 叫Roblox Roblox现在是很受小孩子欢迎的一个 这个游戏的平台 在上面你可以自己去创作游戏给你的朋友玩 那比如说像前阵子 鱿鱼游戏很有名 那他们玩家们就在Roblox里面 创造出来一个鱿鱼游戏 所以你就可以上去体验 如果你是鱿鱼游戏里面的一个玩家 那个体验是什么 那Roblox在上市的时候 他说他自己是这个Metaverse第一股 里面也对Metaverse有一些定义 再来再往下走 就有像Sandbox 最近软银投资的这样的一个Metaverse 里面就可以让你买地 那很多人都会说 我现在是不是要赶快去抢地 因为我在台北市买不到地了 我去Sandbox里面赶快买一个地 会不会未来我变成大地主 那你要小心的就是说 你买这块地 这块地到底是未来会变成台北市 还是会变成一个这个很郊外 荒郊野外的地区 那这个可能没有办法预测 所以不要觉得你好像 在数位上面的一块地 只要加了NFT 他就以后就会变得有价值 这也不一定 所以你还是要去判断那块地 未来会不会有价值 那也有这种就是用这个 这个角色卡做成的NFT游戏 大家可以来交易这个角色卡 也有钢弹的NFT的游戏 那这些NFT的游戏呢 现在其实都已经有相当一定的量 跟一定的交易量了 好 那这个就是游戏业现在在发展的过程 从Pay to Play到Free to Play到Play with Earn 那这个现在你说游戏业在发生这个事情 它现在怎么样影响别的产业呢 我们比如说以这个影音产业为例 这个我们的董事长最喜欢看影音 那如果说你其实 比如说你现在去这个Netflix上面 已经可以找到很多部互动的影音了 比如说像这个Minecraft Story Mode 它是以互动的方式来拍的一个影集 在角色的每一个过程中 你都可以选择这个角色要做什么事情 然后你就会看到下一部不同的剧情 那这个就是影音的游戏化 那甚至也有真人拍的 真人拍的 然后也是每一部都可以选择剧情 另外一种是游戏的 玩游戏的过程也变成直播的影片 也变成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游戏的媒介 这些直播影片都有非常多人观看 那另外一个就是游戏的比赛 比如说像我们刚刚讲的Fortnite的游戏 一场比赛的奖金可以到3000万美金 第一名可以读得300万美金 那就是将近快1亿台币了 那也有这个所谓的二次元偶像 就是说如果你很会唱歌 但是你不喜欢露面 你可以把自己变成一个二次元偶像 然后变成一个歌手 那在这个AR的这个相机上面 大家也开始会去用一些 像类似游戏的画面来表达自己 那Facebook也出了像Horizon World 这样的游戏性的界面 让大家去社交 那也有游戏化的球员卡 甚至连NBA球星都来帮忙promote 也有游戏化的这个NFL球员卡 那甚至是这些开卡包也都可以变成一种直播的影片 那像这些收藏品 NFL的收藏品也都有一定的用户人数 跟一定的基础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游戏正在发生的事情 跟它影响影音产业 那以后还会再影响很多其他的产业 所以如果你这么短的短奖 你可以带走什么 第一个我要你记得就是元宇宙是一个Buzz World 你要了解的是游戏化才是真正在世界上发生的过程 第二个是游戏化有八个重要的元素 那游戏化的过程中 会采用这八种元素的其中一些不一定全部 再来NFT不是一个艺术品 NFT是一个拥有权证明 最后一个是资产的拥有权证明 会越来越多储存在区块链上用NFT的模式 好了以上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非常地精简 非常地清楚 是你说 我可以变达米了 因为 上完101了 上完101了 升级了 也是从达米升级到 intermediate intermediate 好 再下来麻烦蔡绿营 蔡律师 有了有了 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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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刚刚其实 加米很快地把一些现在发展的这个现况 那我们 这个Session我要谈的问题是 这么快速变化的领域 这个法律界怎么看这些问题 那我们要谈NFT的法律问题之前 之前我们先 嗯 从哪里 看一下 对 好 等一下 好 好 嗯 我们先 法律人嘛 所以我们就得先 把NFT做一个分类 所以你刚弄了很多的例子 那我们就可以来看这个 NFT的那个类别 像 比如说 D类 你可能是画作 这个是现在 火火热热的 那个 无聊猴 然后 文字 Twitter创办人的 守则贴文 OK 那 或者是音乐 这个 像 歌手黄明志 等等的 他发的NFT 那 也有这个 影片 像 这个 艺术 数位艺术家的 十秒钟的短影片 或者是 还有这个 虚拟服饰 就是 Nike 这个 出的这个 这个 Crypto的Kicks 这个是 服饰 那也有 这个 球员卡 刚刚你也提过 就是 NBA的这个 LeBron James的 这个 他的总冠军赛的那个灌篮的片段 那 也有这个 虚拟房地产 就是你刚刚讲的 sandbox 的部分 那 这几个类型 在 法律界讨论的时候 都 会有 讨论到 智慧财产权的问题 ok 好 因为你刚刚讲说是 是权力证明 可是 在这几个类别里面 都有可能 会涉及到一些 这个 智慧财产权的讨论 那后面这个 蓝色的部分就 很 直接回应你刚刚讲的 就是权力证明 ok 所以像第一类 比如说 限时房地产 这个 这个 或者是电子票 票券 就是说你 拿一个 2020年的 这个Football 的这个纪念门票 那你就可以去行使你的权力 那还有网易名称 那或者是 web2的这个 资料库 你拿了这个 你有你买了这个NFT 你就可以去download 就有权力download一些data 那或者是这个 可以去换 就是 拿着这个NFT 你可以去换实体的袜子 你可以去 像江振成他们几个人发的 就你可以去 就是有一些特别的 这个mail 可以去换 那甚至于 专利 IBM说他要把他的 专利的权证 变成NFT 那目前 只有对外announce 可是还没有看到实际上的例子 那另外就是 身份认证 那这个就是 变成是你的ID 你可以把你的影像指纹 所有这个ID 是这个 SENTER 可以 那身份认证 那身份认证 所以 这个蓝色这个类型 就比较是属于我们一般在谈的说 它是个权力的证明 好 那我们大概 这个还会有 因为这个领域就是不断有新的东西 所以 所以我只是试着把现在目前可以归类的大概就是这些类别 好 那我们再来看说 因为有了这些归类才有办法讨论说 那他的法律性质到底是什么 那 我先要讲的是说 现在全世界各个国家还没有针对NFT 有特别制定什么规范 那也某一个程度是 大家也都还在摸索 还在探索 OK 那但是像欧盟 美国 英国 瑞士等等的这些国家 他有定 加密资产 跟加密货币的相关监管的法规 那像印度跟泰国 他可能对于NFT的广告 已经开始有一些规范 可是大概就是广告方面 所以真正对NFT 到底属于什么 其实 现在全世界各国 因为太快了 这实在来的太快 一则来的太快 二则也变得太快 所以这一块 我们现在目前的观察 其实监管单位都还没有跳出来 所有相关的纠纷 都还是用旧有的法令 在处理说有没有这个问题 那 但是瑞士跟日本 这个多数的学者 多数的学者认为加密资产 只是一个无形数据 他并 连我们民法上面的物都不是 因为他认为他就是数据 所以他不是一个所有权的课题 但是 这个论述的学者论述是有一派 有一派根本认为这个就是数据而已 所以他连我们一般传统实体世界里面讲的物都不归属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论述 就是说 因为现在试着要用实体的那一套规范 来规范 你刚刚讲的那个世界很大的问题 对我来讲 我现在一直在推说 绝对不能用那一套来管这一套 我认为必须要有两套 就是说管实体跟管虚拟就是不一样 我们没有办法用同一套改一改就可以来管 这个是我自己目前对于 从一个资深的法律人来讲 我觉得应该要朝这个方向才有办法才有解方 那另外就是各国的这个现在的法律 大概NFT可能碰触到的法有哪些 那现在最全世界普遍当然就洗钱房治法 那个这个已经是认为说你必须要有些内控 这个大概是挡不住了 将来有关这些尤其做NFT的交易的这个平台 可能避不掉这个洗钱房治KYC等等的这些部分 那当然金融证券法规里面也就是说 你如果符合那个证券相关的规定 你可能也要试用 那这个是比较这个大家讨论 可是事实上其实也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案件 像NFT也还没有一个具体的案件 说他会是归属于这个有价证券相关的规定 那倒是这个智慧财产权的法规 这个很多国家的学者 法律上智慧财产权相关的法令 并没有出现一个说针对NFT去规定说 他是什么样的关系 但是这些都是专家学者的讨论 认为塑造NFT前必须要取得 那个作品的重制权跟改作权 如果一个艺术品你要把它做成NFT 你必须要取得这个重制权跟改作权 另外就是说除非你的协议明定 要不然的话你这个NFT 你是没有办法取得他的智慧财产权 就是说你是可以在有限的限制里面去用 但是你不是直接就取得他的 这个所属的那个作品的智慧财产权 那当然就是原作者还是会有保留这个智慧财产权 那这些都是用现有的著作权相关的法规 试着去套NFT可能会有这些问题 那我现在列的这个都是学者专家的意见 但是这个是就是立法 目前没有直接针对NFT有规范 学者专家要么认为它是虚拟数据 要么就是认为智慧财产权有一些规定你还是要 那这个是我我觉得既然这个都是民间的行为嘛 民间的行为就一定有一个Terms of Use 所以你这个Terms of Use里面 规定的东西其实就是你的权利嘛 那每一个Case都可能不同 所以我刚刚讲的这个十几类里面 你每一类它的Terms of Use 都会涉及到你到底有什么权利 所以从法律的分析上来讲 其实你应该我们应该是去看Terms of Use 里面到底写什么 比如说以这个拍卖网站 对NFT的买家的规定来讲 他就允许做哪些事 你可以将作品自用 可是不可以商用 这就是你的权利嘛 你不可以修改 那这就是你的限制嘛 所以你把这些条件都看完 大概就知道你的NFT是属于什么 所以我们要去分析NFT的 法律的这个性质是什么 或是它的权利用是什么 就看一下Terms of Use里面 每一个都可以不一样 这个部分因为没规范 就表示每一个 Event是同样是一个类型的NFT 它的Terms of Use也可以不一样 所以这个是 那纠纷呢有哪几个类型 所以现在 现在这个投资大片 发行商发完了以后 就几个小时就消失了 捐款逃走了 然后洗钱用非法的资金 你去购买NFT再转售 那现在全世界都在实行洗钱方式法的话 你有可能你的钱在某一个节点 就突然之间就被扣了 就没了 因为你涉及到洗钱的问题 OK 那你这个 烘台价格就重复 这其实就是我们实体世界里面 说你操纵股票市场等等 只是这个是在NFT的世界里面 这个是 会有不当的得力 但是目前 没有什么规范 那这个另外就是被hack 这个 你持有的这个NFT就不见了 OK 那侵害跟IP有关的呢 就侵害著作权 那这个是 黑色追击令里面的 电影公司去告导演 因为这个导演把他当时 已经转给公司的剧本 又重新弄成一个NFT要拍卖 那这个案子也还在诉讼中 所以 这个真的NFT真的太行 即使有纠纷也都还在诉讼中 但是 这些都是电影公司用 传统的 著作权法来告 这个就很像早期 这个 MP3 出来的时候 这个以前 音乐都是卖CD 后来就直接download 然后后来有P2P的分享 那个开始就有很多的诉讼 都是我传统我认为你这样是不行的 我说我P2P我没有去reproduce 所以我应该没有重置的问题 那时候也是 那个大概是 2000年之前 那时候非常多的讨论都是这个 那现在也是一样 你变成NFT的话 到底 当时 这个 剧本 说 原来的剧本的 这个拥有者 他转给 这个公司 自己还保留一个公开发行权 那做NFT算不算 对对对对 所以他的增值就在公开发行权 当时的规范 可是这个是 很多很多年以前的 当时哪知道有这种情况 所以这个 对法律人来讲 是头痛 也是很大可以发挥解释的地方 但是我还是 对 那我还是要回来讲 我个人是比较不倾向用 原来的这个实体世界的规范 来规范虚拟世界的 因为我觉得 那个是 会很汉格 也是有些 经常会很勉强的 OK 好 那像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猪肉权的侵害 好 那JJ 他是 他出道的时候的专辑 他的原来的创办人 把他出一个NFT就去 去卖了 那这也在诉讼中 诉讼中 法院还 还这个 发了一个禁定 不准他出售 也不准他卖公司股票 那这个也是嘛 就他原来 这个 你到底 当时归给公司的是什么权利 那你 当时的这个 创办人 手上还有什么权利 那 因为 做权 像台湾的猪肉权法也是 也有一条规定说 没写清楚的 就视为没授权 就说 你授权只有在我讲清楚的 那这个其实 某一个程度是保障这个 creator ok 所以将来也很有趣 这也很值得关注的 那像 这个的话 这个 这个 这个部分 我想这个 可以也是一样 就近视的 那 卖的很红 很贵嘛 就有人 什么东西的 NFT 就在 这个 这个 这个有趣 就说 他认为你是侵害我的 这个权益 所以他就援引著 权法里面的 就是notice and take down 就是我通知你说 那个是侵权的 所以平台就要 这个 这个把它下架 然后通知 那个 被claim的人 那他又提一个 content notice 那像这个程序 都是用 著作权法上面的 这个 程序 来 来主张的 对 所以 但是目前 其实 有彼此 有这样的 notice 目前是还没有 正式提起这个 诉讼 那商标的部分 是Nike Nike 就控诉 他的 就是经销商 他基本上 就是 发一个 Nike NFT 的 运动鞋 那这个 目前也在诉讼中 所以 所以这个 NFT的性质 到底是什么 因为 还没有 政论 所以就会产生 原来的权力人 跟 这个 已经授权出去了 你还有哪些权力 可以主张 这个就 看起来就还是会有 很多的争议 好 那 可能防范的方式 呢 对于那些诈骗 当然 可能 用一下冷钱包 那或者是 平台 是不是将来要建立 权力的印证 投诉 跟审核的机制 那 但是 这个其实某一个程度 又会被拘捕说 不是要去中心化吗 那为什么还这么多 又要 又要审核 又要验证 有一点 conflict 那另外 是不是要实名制 那这个永远的debate 觉得在那个世界里面 就不应该实名制 对 匿名跟实名是永远的在这个 我觉得现在还没定论 对 有人觉得应该要更规范一点 它的发展会比较好 有的人觉得 就是因为现在这样 所以它才可以活活热热 很蓬勃的发展 所以你在把实体的那个 一个人只能有一个 ID的概念放到Virtual里面 大家觉得 我的世界就不是你那样 对不对 你实体里面一个人 就不能有两个ID 对 但是在那个世界里面 就是可以 对不对 全世界 地球全世界人口七十几亿 Virtual Metaverse 就不应该只有七十几亿 对不对 但这基本概念不同 所以我说实体的法规要来管虚拟 就是会有问题 OK 然后 另外就是 是不是应该有一个 虚拟资产的专法 那我是认为 实体跟虚拟本质就不同 你去改来改去的改不完 而且也一定不合用 因为那个衣服给你这样改 一定不合用 所以我觉得 建立一个新的体制是比较重要 同时也可以解决跨境的问题 因为跨境管辖问题 在Virtual里面太严重了 因为 过去所有的法令都架构在 我们实体地图里面是有国界的 是有国界的 所以当你到了Virtual的世界里面 它就是没有国界 所以我最近几次演讲 因为上个礼拜才来演讲过 举那个 外太空跟领空 现在 现在 明年 今年 今年 统计说 今年 由 这个私人企业 送到太空的人 旅客 会比 国家送到太空的太空人要多 那问题就是说 那到了外太空归谁管 归谁管 就是你超 所以光领空有一个卡门线 你知道吗 卡门线全世界炒 到底是海平面80还是海平面100公里 炒不完 所以现在我们的这个太空法里面 就没规定说 这个反正国际也没定论 所以大家也都在争领空跟外太空 但是非常确定的说一定有外太空 那外太空就没国界了 归谁管 所以我现在都用这个例子来 说我们虚拟世界 也要同样的跟外太空一样 对 是新创立的一个外太空 我们不要把传统的那个部分拿来用 同不同意 啊 有没有 不是用这样比较好沟通 你知道 就是 就是 就是你到了外太空 总不能说还是美国 美国怎么去画那个国界 每个我们 我们这个 台湾比较小 也许我们到 到那个Virtual里面 我们可以更大嘛 对不对 对 好 所以虚拟世界专法 立法或不立法 我个人是倾向于应该立法 但我的 专法的概念是因为 我觉得一定要不同思维啦 要不然的话 这个 一定 一定不合用 不是但是你就是 要嘛就不要定嘛 好 这个 我 我其实 在做这个虚拟世界这一块 我是倾向 对 没错 你的Second Life里面就有啊 有大使馆啊 有这个都有嘛 我们自己有个 对 我们自己管就好了 对不对 不是而且 我是真的觉得在这个领域 台湾只能小政府思维啦 绝对不能期待大有为的政府 是不可能 我只能讲不可能 我们在业界都追得累得要死 你怎么可能 我觉得政府的 要去追 就是你的法令要去追 这一块我认为太难 然后实名制跟匿名制 在现实有很多取舍 到底要或不要 你从犯罪的角度都 一定要实名 对 可是你从 那个产业的特质上面来讲 其实要求实名是 有困难的 OK 那我 我 长时间做科技法律 我从在IBM到现在已经几十年了 做科技法律 我现在觉得 科技防范可能比法律更有效 同意吗 我举个 对 不是用科技来防范可能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脸书 改成Meta以后 有人去主张说 他在Meta裡面被Sexual Harass OK 就是有人 他的Avatar 就他的分身 在裡面被性侵 对 在虚拟世界裡面被性侵 对 然后 那个Meta就是回复说 其实我们有一个功能 叫做Safe Zone 你只要一按下去 他就不能靠近你 用这个例子说明什么 传统的实体世界裡面 大家都有听过保护令吗 好麻烦 你要去法院申请 然后有个禁令 才禁止别人来 来这个保护你吗 我们在裡面只要科技按一下 他就碰不了你的Avatar 对 所以我就说 我自己觉得 大家思考 所有那些可能的纠纷 跟可能的这些 不法的这个行为 也许用科技来处理 会比用法律更有效 不好意思 这是我今天的浅见分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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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蔡玉林律师的分享 也是非常 非常发人深省 再下来我们有15分钟 是在座的来宾如果有事 有问题要救教于我们 两位speaker的话 可以趁这机会 那个先前有没有 我们的幕僚人员有 提问单有没有收到 或是没有提问单 没有提问单 那就让我们现场的来宾 直接举手发问也可以 有没有来宾要举手发问 刚才有一位有100多个NFT的那位朋友 你要不要先自我介绍一下 是什么背景 会张罗大100多个NFT 然后看您有什么问题 然后看您有什么问题 来 好 请说 海维 院长好 还有我们玉林政委 跟林志成总经理 那因为昨天是我们那个工商建研会 跟就是主席啊 还有副主席跟那个秘书长办 这个产业建研的部分 所以今天跟我们几位大学长 也到现场 一起来聆听这个主题 因为昨天 那个徐玉珍主委就说 刚好今天有这个活动 他就邀请我们来参加 那最主要是昨天 我们也是针对经济议题提出一些建研 那这个建研 无非也是希望说 工商建研会 是 我是今年台北市的执行长 也是总会的资讯主委 那当然 因为我想跟张院长是常见面 因为我们去年38期的这个新讯 也是请张院长来当讲座嘛 那时候就是在前面帮您控电脑 对 资讯主委的工作就是控电脑 是 所以基本上 我想我们最主要的是因为 我们看到AppWorks 它投了很多的区块链公司 那国民党当然一直在产业的领域里面 当然或许我们现在中头没有办法正常的运作 不过我想跟这个关心国家发展还是有很多的 不管是像建研会里面的很多的这种大型的上市公司 因为我们有500间的上市公司嘛 工商建研会 那当然这个早期都是蒋总统的这个规划栽培下 产生的 那我们很多的CVC 其实也都在看这个领域 所以我也想请教说 我们林志诚总经理您在 我想这一代里面是非常知名的 专门在看区块链的这个一个Founder的负责人嘛 包含您投了Flow Blockto等等 这其实因为我以前早期也是在资工系啦 所以其实就是大部分的同学都是认识的 那我想在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里面就是说 因为确实很多人他会来找上市公司 或是大型的这种基金 或者是说一些CVC去做投资 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说 有很多的问题点在 我举个例子 像刚刚我们有一个高盛的前董事总经理 是建研会学长 他打给我 我刚刚不得不接 他说有一个文艺复兴的NFT 来找他 问他要不要投资 我就干脆把这个问题 这边一起提问 我等一下要回答 因为我刚刚说我现在真的很忙 没时间帮你看这个部分 但是我想他是 就是因为好意啦 想了解这些类型值不值得去做投资 那另外当然就是 就眼下国民党也好 因为我们今天在国政基金会 能不能在目前的政治氛围中 做出一步我们能做的事情 比如说专法 然后刚刚我们的蔡政委有提到 可能短期内我们没办法去做 这跟我们的氛围有关 对不对 我记得四年前 跟蔡政委在台上有分享过 这个虚拟货币 那天好像是在W Hotel吧 应该是乌德威办的嘛 因为他那时候在雪豹嘛 所以那时候我们可能就有讨论过一些法规的问题 但过了四年之后我们有什么法 一个没人用的STO 对不对 我们刚刚大家有讨论到的 一个实际上只有两个出来的Sandbox 千里沙盒 那我们现在不管是用道 还是用刚刚讲到的其他的面向去讨论的话 实际上我觉得业者要的是 一个能够帮助我们的 对不对 因为没有法当然无法可管不是坏事 因为有很多业者 我想杨芳如他们都认为不要有法律是最好的 但是问题是没有法律等于是没有人在帮助这个产业 那当年国民党建立了一个半导体的园区 对不对 有了现在的台电 联电 那现在的国民党能不能跟所有的人愿意合作的力量 去把我们的有关的区块链的政策 在今年年底的选举可以在现在拟定白别书 跟提出候选人的时候把它加进去 那是不是就会让年轻一代看到国民党不同的一面 所以我想分两个部分 第一个请教林总您的丰富的投资经验 那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一些相关的产业一些投资建议 第二我请教国民党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政策上的安排 当然其实我也有一些建议可以提供 我这个问题倒不是一定要现在就答出答案 而是我是抛出一个问题意识 没有答案也是一种答案 我们可以一起来协助 那因为昨天秘书长有指示 就是说要我来协助 我一定全力配合 好谢谢 好第一个问题 这个相关的投资等等 投资这个题目很大 我想我们今天的时间可能不多 那我只能说 我会提醒大家不熟悉的东西千万不要碰 因为不熟悉的东西碰了呢 赚钱是运气好 没赚到钱是活该 那其实每个人都有他的守备范围 那如果你本身是一垒手 那就守在一垒附近 对二垒三垒不熟悉的话就不要 求往那边跑就不用冲过去守了这样 那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 每天都会有很多人跟你说 有很多很好的投资机会 但如果不是你能够弄懂 不是你能够熟悉的话 那这些投资机会都是你这个够不到的东西 那我会建议大家尽量不要去碰 因为这个您是没有优势的这样 但是现实状况来讲 我就揭许您的回答 了解这个领域的投资人 老实说我差应该不多 像您这样的投资人毕竟很少 您也是算是加速器也是投资 那这样会不会无形中 局限到这些新创事业 NFT或是blockchain相关的 新创事业的这个资金的取得呢 其实不会 其实现在这些做web3的公司 他们因为做的 其实大部分都是金融类的服务 所以很多都day one就开始赚钱了 所以很多他还反过来要投资 所以web3的特色跟web1跟web2 web1跟web2比较像媒体 所以一开始会先得烧钱 然后最后再可能靠广告靠什么赚钱 那web3的话其实就是比较像金融 所以或者是发行NFT 其实他很多day one就开始赚钱了 OK好了解了解 所以不是那么的资金的饥渴了 他们缺的不是钱 他们很多缺的是更多的合作伙伴跟商业模式 好 那个第二个问题说国民党有什么规划 我把这问题稍微转一下 就是蔡玉玲您假使还在政府单位的话 您对这一块您刚刚说要立专法等等的 那个再往下讲刚才这位先生的提问 你觉得有什么事情你会想要做 让更吸引年轻人 大概是这个意思吧 其实那个时候 2016年我们要离开之前 我们其实那个时候有跟国华会一起 我们有弄一个就是无形资产担保法 所有条文都过 只差没有主管机关 因为那个时候到底是国华会 还是经济部还是金管会 因为就搞不定 无形资产的担保法 无形资产担保法 那个因为我们现在的 动产担保交易法 就管看得到 现在可能候选人就是数位发展部 对所以我其实跟那个 我有跟那个陈聪陈 陈院长有讨论过 我觉得 因为那个是条文 one by one 每一个字都讨论过 跟学者讨论过 但是 当然那个是从担保法的角度 那如果说 但是他很多的概念 那个也参考非常多 这个联合国的一个相关规管 所以不是不可能 不是不可能 只是那个是完全不同的思维 就是他会打破 现有的动产担保法的概念 了解 对 我们今天的时间还剩五分钟 在座的朋友 有没有还要提第二个问题 好 前面这位小姐 请说 我们简短一点 因为我们只剩五分钟 我简单问一下 我是 ET Today 东森新闻云副总编辑 那我们做过节目 行动法庭 那本身我也是在司法界 采访多年 那我做的这一集节目 是关于虚拟货币 那在我们做完节目之后 接到雪片般飞来的一些投诉案件 真是叫做雪片般飞来的投诉案件 对 投诉案件 这大概情况就是这样 疫情下 大家都是work from home 但是很多年轻的孩子 或是年轻人 他们在家里玩游戏 但是他们可能就收到各种诈骗了 那接收到 不管是游戏的诈骗 或者是虚拟货币的诈骗 或者是NFT的诈骗 种种 这大部分都是借由这种 虚拟货币之名 来行诈骗之识 其实我们现在看社会新闻 几乎翻开来真是无数的 那绝大多数是年轻人 年轻人可能20来岁在大学生 他其实很想要赚钱 但是他被诈骗 他其实也不是那么懂这方面知识 他也很想了解 但他就是无知 但是也没有这方面的专业知识 那我们其实即使是我们 也不见得每一个人 有这么样的一个专业知识 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位 我们其实都是来学习的 那既然在 刚才陈冲 陈院长他有提到 这个数位时代是只缺裸盘 那我们也听到蔡大律师所提到的 就是说您是赞成实力专法 但是可能还是要让 这个产业继续发展 当然业者大部分都是 既怕 很害怕有专法 但是又不希望有专法 那我们是觉得很纳闷 就是说我们既要监理 我们既不要监理 也不要推动产业发展 就是任其自由发展 但是我们仍然会看到很多人 是被害的 那这种情况是让我们有点 很纳闷他这个逻辑 假设我们一个车子在路上跑 这么多的车子 像车子特斯拉一大堆都发展下来 我们是要管理这个交通规则呢 是要树立一些规范呢 还是说我们是要限制 车子的一个产业发展 其实是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是要让这个车子 在街上是可以顺畅的 让行人可以自由的走 也就是借安全又可以方便 但是我们并不是说 要限制车子这样子 你可以发展做什么样的车子 所以今天如果没有一个法律去限制 它的一个规则性的话 是不是导致其实可能会有产生上 另一种的伤害 我想刚好赛律师 我想那个有关这个诈骗的问题 其实那个调查局就是检调单位 也有来 因为我们协会嘛 金融科技协会 所以有讨论过这个事 那我先讲 如果是诈骗 法条不会没有根据 我们的问题是你抓不抓得到 是侦办技术的问题 不是欠法条 因为诈骗本来就有啊 这个法律本来就有诈欺嘛 对那如果他真的是诈骗 而且很多很多这个行为本身 就是当然跟我刚提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实名制或匿名制 等等的刚刚有关系 但是有一些被诈骗 他可能是用就拿着现金 然后就去买的 这种被骗的也很多 那有一些交易平台 你不是透过传统的交易平台 等等的这种本身 就是听了以后就去做 然后以至于被骗的 这个也蛮多的 所以我想第一个就是说 如果以诈骗这件事情来讲 法条是有的 我们有没有侦办技术是一件事 就是说我们的 我们的检调单位 有多少的科技 侦办的能力 这是一件事嘛 那如果你可以找得到那个人 基本上本来就可以 可以去这个执法嘛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我们刚刚在提的说 不要是讲的是监管嘛 不是说我们去容忍犯罪嘛 我们就说不要去监管 因为你一旦变成是监管 比如说你交易平台 你要不要是事前的监管嘛 你若是执照制的话 你就是事前要审嘛 他没有点头说可以做的 你就不能做嘛 那以这个领域 没办法这样做嘛 对你想我们一个NCC 或一个这个 就是不管是NCC或金管会 他每一个执照的审 基本上是耗时的嘛 对所以我们在主张的 其实不要做这种这样的 行政监理嘛 但是如果是犯罪的部分 现有的法条本来就可以处理啊 对所以我是自己是觉得 这个其实没有真正的那个 那个冲突 那我们现在有实体有很多法律 还是很多犯罪的事情嘛 对所以我不知道这样是不是有回答 您刚刚的问题 重点是检教有没有能力去查到 犯罪的行为跟犯罪人 而且这一块非常特别的是 有很多根本不是台湾的公司啊 对那你不是台湾公司 他是境外的公司 你说境外公司 他在台湾根本没落地啊 我们台湾大部分 我们跟大部分的国家都没有邦交耶 所以你真正你要去 面对这个境外的执行 你要用什么方式去做境外执行 那我们难道要禁止 要有一个政府要有一个命令说 就不准上网 因为他只要能上网 他其实就可以 可以去做这个事嘛 对 其实我上个礼拜 有另外一个会在讨论 就是现在教学有两种 一种父母是 不准孩子用身心 另外一个是说 3C现在就是他的 他的世界 你怎么不准他做 那这其实是两条路嘛 那你现在说 我们要 要管制小孩说 叫你不要去 不要去上网做这些事吗 而且我相信很多孩子们上网去 他们搞不好 应该也都不是实名字啦 他们应该也都是 都是匿名的方式在做这些交易 对所以 如果你正要管的话 是会变成妈妈在管小孩 现在有很多父母 不要小孩 玩这些3C 我们是不是政府也要跳出来 禁止这些孩子们做这些事 这个这个是两难 但是 将来这个世界 我会觉得 政府跟父母一样 有很多可能 你不见得 不见得管得好 我记得 我的孩子 在小的时候 我曾经说 这个大家 那个时候在讲的网络上 有很多负面的东西 然后说要装一个什么机制 就小孩子 就不会去看那些不该看的东西 那我回去跟我儿子讲说 我们今天讨论有这样的机制 那我儿子那时候在附中 他说很好啊 装了以后你们就很放心了 但是我们隔天一定就有跳墙 翻墙软体出来 所以他觉得 你装了你父母会很开心 但是对我们来讲一点都不会是 装的给父母安心 其实根本没有实际效果 所以答案是两个 第一个就是剪掉 希望他们的科技跟得上 第二就是不要去阻碍这些年轻人上网 但是要培养他们在网络上面 可以保护自己的 这个能力 就像美国当年开拓西部的时候 白方西部的时候 有法跟没法一样 最后搞的是每个人的时候 再把枪保护自己 那现在后来当然西部就慢慢文明 就有法律管得了 现在这个空间有点像是 当初开破西部的时候 每个人要懂得怎么样保护自己 我刚刚前面介绍的到目前为止 你看NFT已经火火热热全世界还没有 还没有规范出来 所以我认为台湾如果我们真要管 然后变成事前管的话 我会觉得反而年轻人反弹会很大 我不觉得这个政策推得出去 好 时间的关系我们提问也只能接受到这边 今天这个论坛呢 我们时间到此为止 就谢谢大家参加 已经在尽一 کا 那么也跟大家预告一下 我们还有第三场 我们还有第三场 大概在一个月以后 时间还没有定 基本上会在四月的中下 会讨论NFT的实作经验分享 实战经验分享 所以如果真的有朋友 想要来摸摸看NFT 手上有这些所谓的 不管是艺术品或什么东西 来用NFT帮你在网路上 能够更拓展空间的话 下一场NFT的操作实战分享 就请大家注意我们国政基金会的通知 谢谢大家 先到这边